台湾为大肠癌罹患率第一名的国家,对此许多医生,专家也建议国人平时要多摄取纤维,定期筛减之外,大家平时最爱五样夜市小吃,也最好尽量不要吃。 营养保健专家陈怡纯提醒,外食足常常纤维不足,若再加上环境不够卫生,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把不好的东西吃下肚,因为这些东西都会直接地与肠道接触,若严重的话大肠癌,就很容易找上门。 另外他也列出了几样超多人,爱排爱吃但他自己绝对不敢碰的夜市小吃。若是你尝尝外食又刚好很爱去逛夜市,那么不妨就来看看有哪些东西该注意的吧。 1.炸鸡排 咸酥鸡 鸡排 咸酥鸡可说是台湾庶名美食的超一,不过事实上有许多食物,在高温烹调下,都会变质产生致癌物。 2.海鲜 海鲜许多人到夜市最喜欢吃烤鱿鱼或花枝角,但因为海鲜比较容易变质,若是没有放在冰箱冷藏,就容易滋生细菌。因此在购买前,最好注意一下摊贩卫生环境。 且油脂经过高温后会产生芳香足环状碳化墙,虽然能让顾客闻到很香的味道,但事实上这可是二级致癌物,对身体很不好。 3.沙拉酱 酸酸甜甜的沙拉酱,可是帮许多美食画龙点睛的好帮手。但由于它是属于生蛋与油的混合加工物,若是没有放好冷藏很容易就会坏掉,而且夜市通常比较闷热。 加上烹煮器具,鸡苔,炉火温度相当高,若这些酱料直接放在炉火边没放在冰柜中,可是很容易因为温度过高而滋生细菌的哦。 4.香肠 碳烤 世界卫生组织已公告,加工红肉为二级致癌物,像是腊肉,香肠,火腿通通都上榜。 而且高温炭烤时,难免会有一些灰灰粘附在食物上面,若经常食用对身体可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。 5.手摇引 浓缩果汁手摇引中的高果糖玉米糖将是非常不好的糖,在肝脏转换成脂肪,严重的话会变成脂肪肝。 此外,像是市售的果汁,很大一部分都是浓缩还原汁,其营养价值绝对远远低于新鲜现打低。 不过当然在选择现打果汁时,一定要注意卫生问题,毕竟许多摊商都会直接使用自来水,代替饮用水,或是使用不干净的冰块。 购买前一定要多多留意,千万别常吃。第三个小朋友超常吃,一定要让亲友也知道。 另外尽管有些饮料是添加白砂糖,但它仍是精致糖并没有营养价值,一旦饮用过量很容易让血糖瞬间飙高,甚至还会造成肥胖、发炎等麻烦的慢性病。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视频,祝您有美好的一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